防疫旅館 新北市都夠用 尤其我們的防疫旅館 跟別的防疫旅館都一樣 完全是分艙 昏流 枕動 沒有本期的狀況 所以請四邊朋友 放心 我們這邊的防疫 一定有順序 有步驟 有方法 請大家相信 政府一定把所有資源產品做到好 那我們新北市除了減肩娛樂稅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紓困錯維 目前預算夠嗎 有沒有可能會動用第二預備金 新北市的預算當然是非常有限 第二預備金一定會用在緊密狀況 該用就用 像徵用儀館 有些該地方資源的 新北市絕對不會等待 這個預算一定是用在 保護人民生命安全為最重要 這個部分我們絕對會請你以赴 這段時間我們開始執行 所有的只要 你在防疫的相關規定 不遵守 我們就會開放 規見期基本上都已經過了 所以我們從昨天開始 我們就動用了1562個 所有的民政金瓜警察 公共告發了203件 欠到口罩741件 還是拜託大家 口罩要戴著 今天早上我又去複查 看了一下 非常不錯 四年朋友非常的配合 我今天早上出門 沒有看到一個沒有戴口罩的 大概花了一個小時 沒有找到沒有戴口罩的 謝謝大家 大家一起來 希望戴口罩變成一個習慣 尤其在這段時間 想到防疫就想到戴口罩 至於違規餐飲業的稽查 我們這幾天查了83家 有7家違規 該罰就罰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遵守規定 必要時候如果不所規級 該停業就會停業 至於有關很多住宅營業的業市 有六個地方 也有三次公有市場 七次民有市場 全部配合我們 全部學院 我要在這裡謝謝大家的配合 防疫不分你我 大家一起努力 當然最後有一件事 我還是特別提醒大家 大家都非常關心 新北市的防疫旅館 夠不夠的問題 很多人問我 新北市防疫旅館夠不夠 一年多來 新北市的防疫旅館 從來都夠用 而且還提供給其他縣市來使用 新北市現在的防疫旅館 大概住防力不到六成 還有空保 尤其到了我們業底 我們會多增加了550 我們會多增加621黃 所以各位朋友您放心 我們新北市的防疫旅館有1741黃 請大家不要以而傳而 因為有時候我們要體諒 把業者增調來做防疫旅館 如果讓他的入住率很低 這個實在是對他們非常的抱歉 我們要做最有效力的管控 做滾動式的檢討 讓我們的防疫旅館業者 能夠維持生計 也讓我們不要資源浪費 這才是我們的目的 防疫旅館第一個時間到現在 新北市都不用 目前都沒有問題 尤其我們的防疫旅館 跟別的防疫旅館各一樣 我們的防疫旅館 完全是分艙分流 枕鬥 沒有粉積的狀況 所以新北市的防疫旅館 做得非常的不錯 完全沒粉積 所以請市民朋友放心 我們這邊的防疫 一定有順序有步驟有方法 請大家相信市府一定把這個 所有資源盤點做到好 那今天所有的重點的報告 在這裡給大家做一個說明 昨天還有一個問題 說有沒有荒台物價 最近我們所有的消保官全面出動 物價一切穩定 請大家不要搶過物資 大家不要恐慌 物資一定夠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市長 因為現在升級的部分 然後就是造成百業有點蕭條 那我們新北市除了減徵與熱稅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紓困作為 目前預算夠嗎 有沒有可能會動用第二億倍金 新北市的預算當然是非常有限 第二億倍金一定用在緊急狀況 該用就用 像徵用旅館這個部分 除了請求中央協助以外 有些該地方支援的 新北市絕對不會等待 這個預算一定是用在 保護人民生命安全為最重要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絕對會錢力以赴